本节课程为独角仙 独角仙小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鸡母虫 需要透过不断的语化 才可以变成一只真正的独角仙哦 独角仙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那强壮的触角 当遇到敌人时 它就可以勇敢的出击 喜拜对方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们将陶土搓长用叉子挂出树的纹路 接着再用土条搓圆搓长做它的身体及触角 最后再用泥浆粘接 我们的作品就完成咯